剛剛提到的部分,就是說如果你今天他不是一個表格 而是一個範圍,那什麼叫範圍,就是預設範圍啦 沒有做任何事情 那什麼叫表格啦,那當然第一個你必須要根據題目要的 常用裡面設定格式化條件 表格啦,那當然呢 他翻譯成表格也沒什麼錯啦,不過 在英文版裡面的話,他其實就是table啦,那table的話其實就具備有所謂的什麼 這個資料庫下面的資料表的概念 其實這個表格我覺得 應該翻譯成資料表會是更恰當的 因為如果你翻譯成表格,你會覺得他就是表格,表格跟範圍不是一樣的東西嗎 但實際上我覺得他英文版裡面是table table的話其實意思是應該是資料表的意思 也就是說你格式化之後 他會更貼近於類似像資料庫裡面的資料表的這種使用的一種方式啦 OK 那也就是說第一個能夠做什麼,篩選 所以你會發現格式化結果,他會自動有篩選功能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解釋會比較能夠理解 那範圍的話就是一般 其實我覺得反而範圍 應該比較像是我們理解的表格啦 你看表格不就一個出生一個出生,他並沒有任何的 功能嘛 比如說你要查詢的話 他其實好像除非你按下篩選,他才能夠查詢 好,那我們足以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的題目啦 你會發現他總共 就是這幾題 應該是到三題吧 三題的話,第一個我們先來看一下 第1題的那個1-A 1-A 那1-A裡面的話,其實就是希望 因為我們要做這個所謂的交叉 交叉分析篩選器 那你要做這個交叉分析篩選器 之前呢,你一定要先變成表格 也就是你如果沒有變表格,就沒辦法變成這個 這兩個是